大家好,我是奈妮 奈妮今天要教大家 开擦 可以运用在上衣 或者是裤子 我现在先把下白的车缝 拆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下摆的缝线呢拆完之后 我们现在呢要换拆那个侧边 也就是斜边的那个侧线 那侧边的话就是看你 你开插的洞要开多少 比如说你要开3公分 那你拆的线呢就要拆3.5公分 那我现在先做一个记号 是我开插要开到的哪里 那我会在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往上再增加了大概1公分的地方 那是我要拆的那个缝线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开插如果是3公分的话 你拆掉的那个车线是长度是3.5公分 或者是4公分就是总总之要比你 你开插的那个公分数还要多就对了 好拆好之后呢 那再来就是要先去考课 考课好之后呢 我们先处理下摆 增据调到2 那我现在呢 要先车缝下摆 你一定要先把下摆车缝好之后 才可以去车那个斜边 侧边的地方 对 就是你要先把你下摆的缝分处理好 那我们再利用斜边的缝分把它包起来 因为这样子下摆的线才不会容易脱落 对 影片内示范的机台我用的是平车 但是在产衣厂他们下摆使用的机台是另外一种 那那种机台的那个车缝线就是在某一个点的地方 他们会就是会很容易脱落 对 所以你如果是要开插的部分的话 你一定要先把下摆的缝分车好之后 然后再来车 就是像现在我要来车斜边的缝分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从上面车下来 然后就是车到我要开插的地方 就是三公分那里 然后倒个针 再来把斜边的侧边的缝分给它剥开 然后车一个模字形的框框 记得缝分要把它剥的平整一点 这样你的那个车起来表面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感谢观看 好 车号倒个针 然后呢 把线头显调 范围正面看一下车的开叉 看起来有没有车的漂亮 我这次车的没有比较好 真的来说应该是前后片应该是对起 而不是一长一短的 对 等下我整趟的时候 我会把它拉对起这样 那你如果不知道要怎么整趟的话 在我的频道内有整趟衣服的影片